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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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看之餘還要like 又看到Rex的漂亮髮型 濃密的瘦髮 我們馬上看看昨天的消息 看看新聞 先讓我出發這裏 出了一些經濟數據 出了飛龍職位 看到市場原本 預期會向下修訂 高盛他們估計 可能會減少一百萬份 但看到那個數字出來 就是美國勞工統計局 公布的數據顯示 在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 就業人口增加至1.54億人 向下修訂81.8萬人 另外他們的工資也有上升 平均周薪 增加到1527美元 一年以來的升幅4.2% 看到這個數字 加上工資又有加薪的情況下 於是市場上又說 可以預期減息的機會 機會又再升溫 即是9月減息 所以看到昨天三大指數 在美股上都是不錯的 納指上升102點 道指上升55點 標指上升23點 另外市場上也在等 因為星期五 鮑威爾會開會 開全球央行年會 到時都會看看他會說什麼 但因為有個新聞說 在他開會前 有些交易員試圖 在聯儲局的會議紀錄上搜尋一些線索 有幾位聯儲局官員 已經發現減息的機會很高 所以又有這些消息 所以三大指數又做得不錯 然後美元 即是美元 在美匯那裡就會馬上回落 低了 我們看到大概有這些消息 然後昨天港股出了很多業績 小米、焦點、港交所 另外業績期又有很多 我們看到有幫又出了等等 可以問一下RES美股 美股看到大家預期 9月的減息機會又再高了 好像做得好一點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這麼擔心呢? 肯定是的 看回那幾隻 其實很大隻那幾隻 都仍然是挺好的 但是有些個別的 其實都比如銀行股 可能是之前巴菲特 繼續減這個美銀 就是BAC 所以變了可能 甚至連一些 可能是AXB 就是運通那些 其實那個表現都一般的 就是回了一些 就不是每一隻都升 但是強勢那些仍然還是能夠保持 比如蘋果那些都是會跌跌的 所以變了氣氛上 我想大家也沒有這麼擔心 就是下去其實上了回來 不過即使是運通那些都好 就是8月初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彈得上來的 但是就充不了定 現在都是維持著那個水平 我想我自己個人就沒有什麼操作的 因為在這樣的水平 短炒都不容易的 變了很多都是在那裡看的 但是你說有一些 拼多多的那些 那它下來了 我是再賣一點點的 希望它PDD是可以 雖然那個軍價一直賣 就會高了一些 但是現在145這個水平 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 看看有沒有機會會衝頂 就是去回152樓上 如果穿得上去 就是駁它可以衝上去 但是如果不行的 當然它有些官司 你排到 但是這些我想作為大企業來說 都是平常事來的 如果暫時來說 買完之後 我想我又不會繼續再加的了 那我是等的 所以變成了動作上不是很多的 你NVIDIA 有沒有還玩短炒呢 現在之前說 你現在轉了那個Pattern 是短線玩的 是啊 就是拿著那些 就是減完一半左右 那剩下的貨就得它坐 而短炒我找不到位置來炒 它又不會說去回一年多 我想如果它下回到120元 我又會試一下 但是如果在這樣的水平的時候 我想大家現在都看著業績 如果沒有什麼大變動的話 可能要業績之後 那個股價那個走勢才會清晰一些 如果不是這一段時間 可能暫時都是咬著這些水平 除非納資有些什麼 或者可能星期五講的東西 那些數據會波動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它都是這個窄範圍 即是說是118至135元 那樣的範圍 那我就不覺得很值得走下去 駁那幾元 所以變成這些又有方案價 那我看看回到它會不會短炒 但是我短炒都只是找它的 其它的都不會 是的 還有這段時間它都沒有回到很多 就是找不到位置 因為那些美股又不是太差 所以留意著 看看星期五 不過雖然那些預期都說到減硬 那些 看到就好像挺憧憬這個情況 另外可以說一下港股 昨天就有很多焦點 那小米就出了一個業績出來 那我就看到其實好像挺帥 很多東西都 又說到那些第二季經調整 淨利潤多賺20% 到61.8億元人民幣 有大超預期 另外也有提到它的SU-7系列 即SU-7系列的交付 將會提前達標 今年訂12萬架新目標 訂立應該不是訂 他寫訂 就是訂立這個目標 我看到很多東西 無論是車 他還說到包括電動車的收入 是完全是創歷史新高的 按年升32% 按季又升17.7% 然後除此之外 手機又好像說OK 然後廣告又不差 好像很多東西都很OK 然後就說 也有提到今年以來 他的買購物 已經去到36億元左右的港幣 有這樣的消息 好像挺不錯 小米會不會有得想一下 你覺得 他的業績是真的可以的 很英俊 沒有什麼好東西 要到處去看 原來他公佈出來 是事實 我們當然要相信業績 我覺得這樣的業績 其實短線應該是有一點點力的 看看他可以上去什麼位 如果今天一間Alvin來 可以問一下多不多人 因為我看到北水其實兩天 你也有說 雖然那個數不多 就是那個額不多 但是其實昨天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前日 昨天公佈前日的數據 應該是都排第二的 但是當然現在北水那個量 就沒有以前那個幾十億這樣 可能是一兩億或者幾千萬 但是他也是排第二的 那昨天就是排第一 兩億多 我想好像北水都很多人搏 他業績 都想問到時候我都會看看他 是否多人搏 或者還有沒有什麼產品 可以今天即使 如果大家看好了 其實我自己就不會買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電動車 又不是太喜歡手機 如果你說要我買了一段時間 坐一段時間 可能我不會的 所以變了短線我又看了700 所以變了 但是可以幫其他朋友問一問 因為我們昨天先說完 他的電器又不太好 很多東西都好像不太好 我又扮完那個機械人吸塵機 不過我猜不到他有些驚喜 因為我昨天出完那個故事 有觀眾朋友回覆我昨天扮吸塵機那段影片 然後有朋友就訊息我 我有買小米 我有證股 是否會很擔心 業績會不會很廢 會不會很差 然後我就有跟他說業績未必差 不過大陸未必會夾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都是業績OK 大陸不升 好像你的快手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 其實我想他 我不敢說一定是 但是其實我自己個人看 他可以保持到 就是之前可以保持到這樣的水平 還在17、18元 其實大家是預期他是OK的 如果不是那個市場 其實之前都去到這些位置 他如何還有17、18元 就是算是這樣的了 如果大家不預期他好的話 可能現在只不過是14、15元那些水平 所以變成你說 交了一個好的業績的時候 大家覺得他可以去到哪裡呢 這個就是我會看 就不敢說自己去參與 現在我們看到 不過還未不準的 就是競價時段 但是看到好像很厲害 都升了5.5% 那我看看等一下會不會 真的這個位高開 就是小米的話 有朋友問 我回答一下 九九八八先 我是不是長渣 我看91元 長不長 就要看他什麼時候到 我還是對這個網購比較看好 所以變成PDD和蓋國兩隻得渣 其實昨晚京東 我想大家有看美股的話 都冷靜了一些 到最後他出去都是跌死的 我想有股東減遲 雖然那個discount都比較大 好像說有11%的 如果沒有看錯 但是也有人接貨 那它不是在市場訂的 不會訂散的東西 所以變成 我想短線來講網購 是不是可能會 還是OK的 這個是短線影響 京東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看一下 會不會繼續持續 我就會先看91元的 九九八八 嗯嗯嗯嗯 至於京東 我有想過今天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反駁上去的 是啊 可以待會也問一下 其實如果有些看就問一下 是啊 問Alpha Alpha 那個有沒有一些產品 因為其實昨晚明顯是不跌得多 還有一些中概的表現挺好的 譬如96、98的中概GDS 因為有朋友 其實我之前有朋友提過我 就是說它馬來西亞那邊有數據中心 那這隻東西我記得KHO以前有玩的 那96、98 是啊 我看到的 現在看到好像很厲害 好像還很厲害 是的 昨晚都升了20隻 那我想是 就是大家預期它業績都可能會 會會會會會 就是它好像先 它是變了 是的 業績出了 所以變了的時候 就 就是都 大家都看到它是OK 所以變了它就衝到 這個就是少數 就是業績好而有反應的股份 但是就買不到那麼多 那我也有看的 但是昨晚看到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所以也沒有追到 那再觀察 那它都串了 是啊 Hello 我們可以問一下Alvin 早安 Hello 早安 Joye Hello 大家好 很多不同的業績出了 有很多消息 所以應該都會暢旺一點 大家應該都會有這個心炒 是啊 我們都想馬上問一下Alvin 那些指數方面 都可以說一下美股那邊 那些數據出來了 好像挺不錯 那大家又再覺得 那個9月減息的機會很高 那些美股又再回回 那我都想問一下 如果港股這邊的話 會不會有些朋友仔 就是那個資金流的話 是駁好倉還是淡倉多呢 指數其實就 就是大家我想這陣子業績 就很多東西駁好 很多焦點 但是指數就應該 就不算說很多資金看的 那因為始終指數 都是不上不下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說之前 就是升穿牛紅線 那跟著之後有可能是 給一條一百天線 又頂一頂著 那樣子 所以指數本身就不是說 非常之大的資金流 那其實昨天來說 就是這幾天 整著其實都是說 可能兩三千萬的資金 在那些牛紅紅那裡 出出入入這樣 那不算是非常之大的 那然後呢 如果你說現在那個 街貨的情況 其實都不會說有任何一個 一百點的區間 是會有多一個 一千張的一個期指的張數 所以其實 街貨來說 都不算說非常之多 那還有甚至你看的比例 都很少可說 真的去到 有一個二比一的情況 因為最近 基本上每一天 都是可能 一點二 一點三 比一 那樣 牛有時候多些 紅有時候多些 但是從來都不會去到 一個非常之懸殊的情況 那指數真的悶了 但是至於你說那個 就是指數 如果大家可能都是薄些短線 那我都可能 找一找一些 近價少許 可能就是牛紅先 好 好 給一些貼一些 一對他們玩 雖然個股真的很多人玩 對 那種換法 真的要貼一些才行 昨天下午 是打橫行的 又是 是朝早 又是朝早 又是朝早那一對 那先 看看先 現在指數這樣 今天應該會高開一點點 是吧 就是上去17,500個位 那 現在如果上到這個位 可能選一些 今天新上市那一批 因為之前的指數 有一段時間 都不會說一些太近的 牛證供應的 那我們現在 今天有一隻新上市 17,200點 那我選這隻 6049的牛證來的 剛剛今天新上市 17,200點收回價 那就是說應該大概 300點的收回距離 這隻6049的牛證 這隻 共幫就沒有 但應該四十多倍了 那牛證是這隻 紅證呢 就可能選到17,800的位置 那選在一百天線上面 因為一百天線之前都升不穿 那一萬七千七就是一百天線 那可能我就選一萬七千八 一萬七千八百點的收回價的紅證來的 那我就不選新上市 如果有得選的時候 那就可以選一隻 六五零三六 一萬七千八百點的收回價的紅證來的 六五零三六的槓桿去到三十四倍左右 好,給大家自己玩 那馬上回答一下過股問題 很多很多問題 首先我們問了 剛才我們 大家在看什麼 他們有先問到小米 首先 就說小米的數量這麼厲害 是不是真的 都想問一下 會不會有些卵場投資者 都會搏這個好倉呢 既然是這樣 有啊 真的有啊 昨天當然最大的焦點 就不是小米 大家都一定是看著快售和京東 但是昨天 小米出業職的錢 都真的有些錢搏一些好倉 那今天現在應該會是高開啦 那小米的話呢 其實兩位怎麼提 是不是可以繼續搏多些好倉 還是可能看它開多少 我覺得可以搏少少好的 但是短線 我當然的 不過要開了出來 就是真的看一下它開得多高 就是我怕是 就是大家反映了之後 就是一開的時候已經是高位 我想如果真的要我即使炒 我都等多半個小時 不過我會代定好倉 因為它業績始終都真的正的 嗯 嗯 好啊 如果好倉 我們今天有隻新上市的牛證 我想全場最高槓桿 就是我們這隻牛證 68056 這隻剛剛今天新上市 17元收回價 我想全地場只有這隻 是17元以上 那這隻就是 就是現在來講 如果小米高開 整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六 那這隻證 就講到百分之八了緊的 收回距離了 那是非常之足夠的 尤其是如果是即使 那麼槓桿應該都會是 最高的牛證 來的了 68056 那小米的牛證 紅證 可能如果大家拼它高開太多 然後即使做一做淡 我都順手給熊證 我就選20元 昨天就炸得那麼厲害 但是剛才就說 昨晚美股那邊好像都 正常了一點 那會不會都 有得駁回好倉呢 有沒有京東好倉 又可以代代呢 是啊 昨天京東 真的美股那裡低開之後 是升到落尾的 那京東的話 先看 今天新上市 現在應該開 可能105元左右 那我們 本身那隻 95元呢 現在這樣看應該都挺適合 66733 95元的收回 那應該是9%左右的收回距離 那這些全部都是100對1的牛證來的了 那到時候開應該就大概 1號多指 那個價格 1號多指 那槓桿應該可以做到 7至8倍左右的 因為昨天你急跌呢 你都不要搏那個波 你都是選牛證會好些 66733 我會選 其實我們還有108元 但是那些應該會收回 那些應該都不會生存到 那可以留意 66733先 嗯 好 是啊 那接著呢 我見到觀眾有人就問 是啦 問一下友邦 那我們都可以說一下友邦 又是出了條數 是的 又是那些 中期新業務價值 按固定匯率 就算升25%至24.6億美元 創新高 那些 那些 之後也會派這個 中期息 就會增加5.2% 去到44.5港 那樣的 那好像都不是很差 那樣 那有些人問 會不會可以搏一下呢 看現在他媽媽出來是什麼位置 50% 他都可以掉 他準備穿穿底的樣子 我怕他一穿下去 就去下去 所以 不過也有得玩的 我想業績之後 其實會旺一些的 那個成交 有人想是50元以下 駁的話 直接等他穿底的時候 做膽倉 如果 我不管他業績是怎樣 如果他真的穿下去的話 那我想其實是應該帶著那個膽倉 就穩陣一點 嗯 好 這個 50元這個位置 真是連續第四次了 都還沒有跌穿 到時候一跌穿了 真是有機會 好像Rex說的 繼續堆下去 那 那 膽倉呢 看看 我們有什麼選擇先 那 我們剛好都有一隻 又是全市場最貼的紅證來的 有隻66642 那這隻54元收回 你要拿盡個膽倉的槓桿呢 那我相信這一隻 就應該是最高槓桿的了 66642 那54元這個位置 都是之前都是沒有 就是我想整個月以來都沒有碰到過的了 那這個位置就 如果現在有幫低開一點點 都有7% 收回距離的 那66642紅證 可以看看 槓桿成10 我想應該有十四五倍左右 非常之高槓桿的紅證 嗯嗯嗯 好啊 那如果有些朋友想嘗試駁回上去 有沒有牛仔選擇 1299 我看一下牛證好一點 還是科倫好一點 好啊 如果現在去選 可能 不過都OK的 因為如果我想可能大家 牛證可能可以參考 前低位 就說已經是去到四月中 四十五個兩毫半 那個日中低位 不過那裡會有整百分之十二 可能有少許圓 選高一點點 我想選一隻 五五五九一 如果你說博它反彈的話 就這個 五五九一 就是四十六個半的收回價 不過這隻就 不過這隻就 注意一下 兩個月後到期 那是牛證來的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 那個時間值 但是兩個月後就 就沒有了 這個牛證 這個就可以 最博反彈的部署來的 那麼槓桿呢 五五五九一 它都九倍了 是否有什麼焦點 Rex 有沒有什麼焦點 想跟Alvin聊一下 我想是業績 就真的是幾隻焦點 但是 三八八還會不會 那些人一出了 其實昨天下午已經出了業績 還是那些人已經 就是吃糊 就是駁中了的 下來的時候 就吃糊 然後就不玩了 還是說 還是看完業績之後 有資金流入呢 我都想想 是啊Rex 我想說 反而三八八 就是業績後 反而好像更多錢看 當然是這樣 昨天就是 日中公佈完 然後跌了下來 反而你說 就是昨天來說 其實如果你不計 京東快手 不計小米 數到下去 已經是港交所了 反而有些錢 就反彈了 因為它現在這樣 賺下來 它又挨近了 就是前低位 前低位就222.4 那 所以呢 其實昨天呢 去到那個位 其實是 很多錢看的 博好倉 那我就 選一隻 好倉 上來 是不是都是好倉 多些 我想 兩隻我都想要 其實 但是它 驗出來之後 真的 其實是淡妝 是啊 它的數字 都是預期 都是差的 一樣 哈哈 OK 好啊 那我們 當然有 兩天都有 讓它夾高 再淡 先找淡妝 淡妝 淡妝 淡妝就直接選一隻245元 淡妝是雄正 65214 245元收回 7%的收回距離 這隻65214 槓桿可以去到 大概是11倍 300元應該是平開 現在這樣看 如果你說是好倉 真的薄反彈 我覺得可能我就會選一隻 那個槓桿 那槓桿來講 就是 看看那些 槓桿會不會升太低 呢 槓桿呢 可能還可以先看著 一隻 23749 嗎 這隻 2.34 左右 那槓桿價較低 也都是在講 三個月到期 那種比較 偏短一點 即是 購跌日 或者購跌日 反彈的那種 那種槓桿來的 那這個就可以先 23749的槓桿 的槓桿 是 好 我們回答一下觀眾的問題 有些朋友問9988是否繼續有資金流入呢? 想知道阿里 有,9988有 因為他之前升穿80元 然後大家博過港股通 然後昨天回到那一刻 反而大家覺得他有機會上去 所以昨天的好倉是比較多 昨天其實你不計京東快手跌成百分之十 那當然是博反彈 那些資金之外 其實已經是去到巴巴那裏 那昨天有六百多萬流入一些好倉那裏 那所以如果大家博好倉 那我想可以看看 我選一隻可能是一些Call卵 看看這個槓桿怎樣 我覺得兩邊都可以看一下 大家想要Call還是牛 Call卵就選一隻25563 那這些就是叫做中長期 明年四月到期這一隻 25563就是中長期的Call卵槓桿去到七倍 然後 剛才我不是聽到Rex說9988是非常看好的嗎? 是啊 我自己身有證股 還拿了一隻 我之前換了一隻66632 之前那隻是遠一點的 再換了一隻近隻的時候再繼續看 所以昨天都經歷過煎熬 但是不要管他 我就覺得 988其實我看好網購 還有基本上 看他方方面面的業績 就是那個業務都不差的時候 就希望他真的這樣轉 可以扭轉了之前的褪勢 就是你悶了很久 其實也都大家搏 搏了很久 搏了很多次不行 那究竟今次看看是會不會 港股通那些事情 真的會刺激到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是 哇 在66632昨天都很接近 75元 是啊 昨天應該沒有去廁所 不過OK 如果今天高開 今天高開其實OK 現在來算 如果你問我 叫我選 可能我也會選這隻 因為現在你有百分之七到收回距離 現在這樣就很適合 所以 昨天資金流入都很多 這隻6632 是啊 我也會選這隻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給大家 好 那我們就看看 還有沒有最後有些 Alvin想補充的股票 都沒有 很多焦點都說過 好 大家加油 快手也剩下一點 我想說 因為星期五可能會有數據 如果真的確實納子 可以再上 其實有沒有些什麼 產品可以代定 納子 好 納子我想我選一隻call 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的牛證可能有點遠 那 牛證6% 其實算 算有點遠 那我選這一隻call 我選一隻10366上來 就不用你的收回風險 那兩萬二千點的納子的call 來的 那現在開始可能選一些 就是明年三月 那叫做再長一點的call 來的 那這隻10倍槓桿的都做到 10366的納子call 可以留意一下 好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都要問Alvin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的股票呢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 我們休息一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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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